最近消息很多人都发现霍思燕发胖了 很多网友调侃霍思燕是幸福肥 的确霍思燕自从和杜江结婚后 一直过得非常美满开心 杜江和儿子嗯哼 一大一小都是宠气狂魔 尤其是杜江 大伙前还是大伙后 对霍思燕都是一样贴心宠溺 不过霍思燕最近是有些幸福过头了吧 12月11日霍思燕先生机场 当年他是独自一人 没有老公和儿子的陪伴 穿一身粉色粘织衫 加牛仔裤的造型 从辣妈变成了少女 但原本非常甜美知性的造型 发福的霍思燕却穿出了胖大妈的视觉感 再也看不到当年七仙女的影子了 上身粉内的珍珠衫甜美解铃 款式非常短 很好地打造了优越的身材比例 看起来高调很多 不过原本霍思燕也不矮 但可惜的是这款短款珍珠衫 同时也暴露了霍思燕身材发福的现状 腰和胯都会显得特别粗 导致整个人看起来圆了好几圈 穿上单衣以后 身材愈发的臃肿起来 而且霍思燕身高166 原本就很高了 所以稍微胖一点 就会显得整个人虎背熊腰 而且霍思燕还不是胖一点点 看着体型 相比之前至少胖了有40斤 智幸福肥真的有些上头啊 男儿网友调侃 身材快赶上度浆了 大约 瑞祝